欢迎回来 这个是2024年的Minecraft Live 关于Java版更新的所有内容 首先是现在更新模式 在官网上之前他们也说过了 又做出了一次更改 现在的情况是 不会有大更新了 全部都是小更新 每个小更新的体量 就跟之前加入球鱼的小版本一样 然后所有的小版本更新加起来一块 就是一次大更新循环的所有内容 他们说是为了让特性 能够在正式版发布的更加频繁 并且有助于对Minecraft进行长期改进 这个长期改进 应该就是他们最近一直在做的 去整理他们的史善代码 这个更新模式给我的感觉 就是之前他们一直在更新大版本的时候 一直就在推新的特性 所有的人都没有精力 去雇得上底层代码的东西 现在是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底层代码上 然后特性的东西就一次少放一点 下个小版本的标题 叫做Bundles of Bribery 主要就是两方面的东西 一个方面跟加入版没关系 就是在机研版里面加入了 一条命的那个hardcore模式 然后另外的就是收纳袋 收纳袋这个东西 就是可以让你身上带的 零零散散的布满64一组的东西 全部以64一组堆叠在一格里面 现在它的操作方法是左键 往里放 它在你鼠标放上去的时候 是会显示一行四格 总共显示12格 但是如果超过12的话 就显示11格 最后一格变成了 没有显示的还有多少 就是加几那个数 然后往外拿的时候 现在是用鼠标滚轮 就可以滚动到 你现在想拿到的前11或者12格的东西 滚到哪一个 你右键就可以拿出来了 然后拿着打捆包按右键 还是跟之前一样 但是如果你放进去的东西 不是四的种类的倍数的话 它前面会显空格 我之前说这个可能是个bug 但是他们一直没修 好像就准备这样放了 再看看吧 反正还是快照内容 我希望它会改 拿着打捆包按右键 会往外吐一个 它最后放进去的东西 而不是像最开始一样 一下全吐出来了 目前是这样 不排除在后续的快照 还有改的可能性 在几个月后的 下下一个小更新里面 会加入一个新的群戏 叫做The Pale Garden 苍白花园 先这么翻译吧 这个群戏整体给人的氛围 就是有点瘆人的 他们就是想让大家有这种感觉 用这些悬挂的苔显 来遮挡着视线 这个群戏白天的时候超级安静 到夜晚的时候会发出一些 奇奇怪怪的枝嘎的声音 在这个群戏里面 所有的方块都会被降低饱和度 包括天空也会变得灰蒙蒙的 在这个群戏里面 夜里会出现一种新的生物 叫做The Creaking 枝嘎 它是MC里面第一次加入的 像植物一样的生物 整体的配色就比较符合这个群戏的颜色 所以它就隐藏在这些苔显中间 它的特性就是 你看着它的眼睛 它就不动了 但是你一旦不看它 它就过来挠你 想打它的时候 打这个怪本身是没有用的 打它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粒子效果指向树上的某一个方块 然后你去把那个方块挖掉 这个怪就消失了 不过在创造模式里面 你还是可以直接打这个怪 把它杀死的 这个怪也不能被推动 玩家从它身上穿过去的时候 看起来应该是没有碰撞箱的 它所连接的那个东西 叫做The Creaking Heart 嘎之心 这个心可以用精准采集采住 这个枝嘎怪 如果想召唤出来 它必须得是在它的枝嘎之心的上方和下方 都是这个苍白项目方块 并且方块的放置方向也得是竖直方向才行 它在夜晚的时候就会被召唤出来了 它在召唤成功的时候 方块本身是会亮起来的 给你一个反馈 但是召唤过后 把它那个上下的苍白项目挖掉 召唤出来的枝嘎怪还是不会消失的 必须把它本身挖掉才行 同时呢 为了弄出来一种这种苍白的颜色 加入了一种新的白色的橡木方块 叫做Pale Oakwood 这个木头就是包括树 树种 木头 各种栅栏啊 半砖 楼梯啊 这一套东西全都有 这个悬挂的苔蕾 也是可以采集放在其他地方的 它加入了一种新的苔蕾地毯 它在铺的时候 最高可以蔓延到周围方块 让两格搞有一种比较独特的视觉效果 好了 这一次基本上就这些内容 咱们下次再见